《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 林卓廷披露由乃強授查案脫罪 首先是中的 跟著上訴庭 認為林卓廷脫罪 律政司當然會終極上訴 中心法院已批出上訴許可 到時再說 我又不明白 死亡有甚麼意思 我真的不知 政治上 張秀賢終於被申令破產 終於有個人去搞下去了 就是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賴德忠 借了十四萬給他 程程呢 張秀賢破產 張秀賢缺席 缺席聆訊 法官陳正勳就頒令他破產了 終於走到這一步 張秀賢破了一千萬 但張秀賢破了一千萬也不見到他富貴 即是我們見不到他富貴 周遊你國吧 那也挺過癮的 但你這麼年輕 你不能夠過世 只是幾億就說 你不能夠過世 不用做人嗎 好了 這件事 先說說 有個網友在網上發文 大嫂在觀塘某海鮮酒家的北快用餐經理 他一行十二人預約 三千六百八十八元的龍等現包房 誰知道是一套電影 一千三百八十 三六百八 鐵文就引來網民熱議 有人說 喂 屌你老美 三千多元為你想怎樣 喂 算是這樣啦 喏 我就覺得這樣 你如果說他貨不對版 又或者要求很高 因為我們有個客觀的條件 包房三千六百幾 我們會覺得你欺客 但我覺得這個網民的要求不算很過份 如果這些是屬實的事 我相信是屬實的 因為有回應 我覺得你香港的酒家或服務成行業 你真是死定了 你去到今時今日 你那班伙計同事 喏 我永遠都是這樣說 事實上 我去過一些酒家 服務得好 我和你聊天 是不是老闆給OT 啊 不是的 是不是老闆 什麼不是啊 沒有啊 為什麼他們這樣呢 你不用問 因為他們怕沒有了份工 譬如我講過 我上次買在我公司附近 吃了個 四五個 送了兩個湯 二百多元 癡忍癡 那檔東西 那些人是以承熱情都不得了 我一上去 老闆說地方一般 食品一般 為什麼這麼以承熱情呢 很明顯 你會知道他們害怕我的份工 我不知道老闆怎麼可能 老闆說 我不管 你當有擺兜 錢我不會拿出來 你們搞定的 你們去溫 亦都有這樣的老闆的 好了 究竟是什麼事呢 這個樓主說 農品燃食物質素上算正常 但服務質素體驗呢 就真是 真是很難令他再光顧了 他有五大問題 第一 農品燃食物分分不足 當中瑤柱 蛋白炒飯和幹燒意麵 由各一變成二選一 同餐牌聯名有所出入 食物分量不足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說他成餐 成餓 每一 真是什麽 但是如果你說 相對很小 和那個 影相不同一定是有些出入的 是吧 你不要太離譜就可以了 我試過離譜到 那次 我在中秋 前年中秋我在樂庫 某一個三條魚的字都不知怎麽説的 那個酒家裏 不知道中秋好像定什麽 於是他的東西小碟一點不奇怪 你有沒有小碟到可以那麽大隻碟 你有沒有只有兩三塊樓 兩塊 西芹 一粒紅椒 他放下下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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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馬上說 我跟我的大舅人說 他放下了 不是啊 廚房敢這樣 我在樓面都會問廚房 多兩斤 鋪散它 明知你是縮小的 我這麽不用心 我是接受不了那些伙計 甚至那些成果股 可能那時候他跌了 但免得跟廚房說 不是啊 你可以說 喂 我一定要跟廚房說 如果是這樣 因爲實被人吵 因爲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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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 我可以去 再不是的 就算是跌了 如果還有幾碟 那碟就拿少少這碟 即是 均勻一點 最怕他就是不上心 每個人兩次看到 人有上班 他甚至沒有上班 這些沒得教的 這些 就知道 receive 為什麼有些人一出做事 有些人就是不行 不能夠教的 他和是不上心的 我和第一份工作 你都要查一下 就知道 有些人也認識我 我會一份工作 每一份都會看我的 那些同事就這樣 那些同事就這樣 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從來不會和人計算OT 不會計算性 做壞手頭的事情 人們說 做壞規矩 那我來救你 當然了 只要看自己性格和時勢 我看到樓面的朋友 我們真的不是在客戶 過不過份 那個經理一看 都不用說話 太離譜了 他比我更少 你知道我吃的什麼 鋼 西勤那些 隔在自己的碟裡那一部分 他比我更少 我自己吃的那一份 這樣拿出來 那些很難說 如果不是太離譜 我就覺得很難說 不過打一把炒飯 乾燒衣麵 通常是兩樣的 雙費 得二選一 跟參加聯名有出入 你應該炸完 我看到一些他做法是怎樣的 通常一為十二個 隔著 他兩隻 十二隻每人六碗 剛剛好 那你就沒有煙炸了 現在通常都是這樣的 通常都是這樣的 跟你合起來 是呀 要是選麵 要是選飯 每人六碗 是呀 好了 其實小時候那個份量就少了 以前就不是 但是其實老實說 我又不明白 你說多難做生意 其實老實說那些衣麵和那些飯 值得多少錢 但是他們說 幾十位 三大三是計算這些數 第二 桌面細 他說去訂龍等件的時候 這個人是十二人圍一圍 屌理已經說明是十二人 但是入座的時候 是給了八到十人桌 最終要聯絡經理才可以加大桌面 這個是問題 喂 那你現在為十二人 嗯 第三 適應 上菜後 沒有適應分法 碗和紙巾 他說 整餐飯都是他們自己serve自己 因為他們有間房 他們有間房 未必沒有的 還不切進來 是 外面還不切 怎麼進來 是啊 第四 到了晚上九點 經理在突然沒有知會下 他們選了間房間給你 就拆開了房間間間 這麼好笑 他說當初 我買這個套餐就是紙在包房 方便聊天 他說很失望 安排 那我又明白為什麼 因為可能他們來收九點 十點 就要拆好一些東西 準備明早 因為已經擺 又要擺明早的東西 好了 第五 好了 他說去訂桌桌的時候 就說營業到晚上十點半 網站就說去到十一點 但是訂桌的時候 經理都說明是十點半 但是九點半 經理就說他們 要在十點前離開 九點九 還叫他們即時離開 因為要噴殺蟲劑 結果配合經理 就九點十離開 但是質疑 網上資料 就說到十一點 我訂開的時候 你說十點半 現在你給我 叫我十點前要離開 十九點幾 說真的 如果 有些客人就說 你以為自己上賓嗎 三千多元 不是這樣說的 有些人聽過節目 你六七百元一圍 我都說 你老母 你以為 海酸六七百元是基本的 但是如果訂的時候 即使是三千 三百元一圍也好 那些服務 那些服務 我很想離譜 我又要去理解 他為什麼 就是 早點走 早點收工 是不是 如果 如果 都是這樣做的 多多你都 沒辦法 你香港人真的會走 現在 酒樓已經很難做 我上次說完酒樓 這麼便宜 後來有些網絡 私送完我說 你後來沒有香港酒樓吃飯 我說 是啊 很多酒樓都是這樣 很便宜 那你怎樣 你真的想自己有份工作 有時候 記得想些 當然你客人也不要這麼 嘻嘻 大家就著 快要收工 大家互相 一時就一就 如果不是 你會不會又不相 過工哪是誰 你說要真的等到香港 人工 租金 拖到跟大陸這樣 升一年 那你成功都沒有 很久 很難 是嗎 好了 哥登堡 捲土重來 我首先 平民扒房哥登堡 我先看資料 就說 現在回到伙計 和業主商量 好了 那業主願意 八萬五租給他們 去多謝業主 所以他們原班人馬 在原子裡 會開業果 那根據 街坊 黃先生說 他是哥登堡的救食客 他說 哥登堡結業前生業 不是很理想 難以負擔一個月 二十幾萬的成本 所以結業 那我就計一計他 他現在租金八萬五 那一個月的成本 又是二十幾萬 起碼 起碼 喏 我印象中 只是樓面 我不知道一班 還是怎樣 五六個人 尤其是Shift A B 我不當多 我當那些人 都很頑皮 六個人一個兩皮 十二萬 租 八萬五 還未計廚房 水電梅 水電梅 未計 今次會不會再裝 收少少錢 去搭棚 怎麼都要花三十幾十萬 不要說大裝 少少整個東西 又二十幾萬一個月 我很擔心哥登堡是什麼 什麼呢 是給他 被結業之前那些盛況 還有 那些食客 真的很捨不得 加上 哥登堡 那些樓面 都有些年紀 未必那麼容易 出去找到工作 於是乎 就夾錢 賣份工 打 業主可能是多多少少 減租的 但是如果那裏 八萬五 那他們的租 如果我有了 假餐在那裏 簡單單單 我都很擔心 你老實說 我剛才那樣 約兩一元 一個月 我不計算 你沒有第一筆大裝修 三十萬都沒有 一個月 是吧 就是一天 要做一筆東西 要賺一筆東西 才夠皮 賺一筆東西 真的要做兩筆東西 生意額 或者不止 因為現在未必做到五分錢 那些東西貴的 貨物價貴的 你又不能夠太貴 那可能要做兩萬六七 那有時候下雨打風 你怎麼算 很難的 各位網友 你不要以為很容易 你三四個人 坐過去 一張桌 叫他喊完之後 可能都是三百多元下樓 要十台 那些客人三千多元 要一百台那些客人三萬多元 那些客人三千多元 是吧 有時候卡位只有一個客人 原來他那時候是在吃個 Key Set 但我都希望他好運 也都會找回之前 阿余老闆來做阿余人城 即是大隻佬 做這個顧問 即是他 你就可以去了 可能他不玩 我當然去了 他又開回我又去了 為什麼 喂 你們收皮的時候我沒有來 喂 你老實說 我晚上吃飯我真的很難 我現在每一天吃飯 我坐在車上去想去哪裡吃飯 我想到我真是好想頭暈眼化 有時候想去吃一碗粥 但在香港九龍新界 我只有兩檔粥 是達到我真的覺得 特地駕車吃粥要求 否則我會吃普通的 那些 那兩檔粥一檔就在中環 一檔就在左安島 那中環我沒理由過去 左安島那間我吃到鹽 還有呢 左安島你知道我講哪間 那一檔粥 全家產 我吃了二十幾年 我死鬼了 我沒有喜歡他去那裡吃的 他那個老婆呢 不是因為我做旺塘 唯一是認得我 那麼旺塘 我知道了 他這間店的來龍去蜜 怎樣由他老爺 不想讓兒子 讓媳婦知道 那些來龍去蜜 他有個兒子又有些 智力的發展問題 都下去幫忙 然後 那一檔 我下去了 這陣子 和大石都 就算晚上九點幾十點 三分一客 你是想不到 這個粥檔都會剩 吧 是呀慘 你想不想得到 我真的沒有想過 這些粥檔都會剩 很黃 很黃 接著呢 看到我現在怎麼搞 他說問我怎麼搞 我怎麼想知道怎麼搞 是呀 反而去對面 那些 那些 斜對面 那些是否旺 還是那些人 經常坐出來吃飲 那一檔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哪一檔 那些粥都可以的 但是因為他們的銅煲 我懷疑他們不是用銅煲 你知道嗎 城山穿粥 真的要用銅煲 每幾 咦 其實呢 這樓後面 封樹間 還有什麼東西 我買煙那裡 有一間都OK 但是都沒有去到 那個水平 所以我很難想的 吃上海的東西 喂 那沒有了 全部新拍了 有什麼下面館 都不是那樣東西 喂 還有啊 現在的上海店很混蛋 我想吃鍋鐵 生煎包 晚上不買 因為吃那些是便宜的 不搞錯 我最喜歡吃那些 但是我們最喜歡吃那些 小龍包 是呀 去小龍包賣 那天晚上 做三個鍋 是否大膽 他們計算這個數 就一定叫送吃飯 還說 那些盒飯是很難聞齊的 以前我們是吃盒飯 我吃不完一件事 是一個湯 盒飯 一個送兩個飯 這個是盒飯 現在是沒有湯 一個送一個飯 那些叫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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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慘 因為我每晚吃東西 真的想得很淒涼 如果你有什麼 更看過盒飯 倒閉就越來越多 所以 歌仔報開回來 我一定去大力支持 OK 休息一會